隔天,叶青秋又出现在大雪校区门口,同一个地方等力停身。 像我这样喜欢你,到哪里都想要保护好,非你不可,见不得你受任何委屈,想占有你整个人一辈子这样。 可我觉得,这一辈子很难从你嘴里说出来了,谁让我偏偏就喜欢你了呢? 虽然过程注定有遗憾,不过如果最后得到你,什么都无所谓了。 不过,你也差不多点,我叶青秋,要身材有身材,要脸蛋有脸蛋,要家事有家事,不图你的权,不图你的事,更不图你的钱,单纯是缠你的脸蛋,缠你的身子,缠你这个人,这劲儿拿得差不多也该松松啊。 你的喜欢倒是真纯粹。 不然呢,我倒是想要窝窘一点喜欢你啊,你倒是给点行动啊。 难不成,只是让我一赢你吗? 还没放学,梁炫儿便听到了,叶青秋在大雪校区对丽廷生那些不知羞涨的大胆言论。 今天结束的比昨天早一些,梁炫儿又开口,约丽廷生吃饭,只不过这次是直接约到了叶家,丽廷生自然拒绝。 如果你不愿意去,那就下一次吧,这两天一直是搭博自己一个人用晚餐,我总该回去陪他,总不能一直这样。 叶青秋这几天,也不知怎么想的,要发愤图强了,每次都是在外面补完课,吃完饭才回来。 家教完全可以进到家里。 他没请家教,是他班上的班长,许家的少爷,学习不错,大伯说要把人请回家里。 叶青秋好像是说不顺路。 丽廷生眸光逐渐深邃,听声哥,如果你确定不去的话,那我就先走了。 叶青秋回到叶家的时候,梁炫儿已经陪着叶剑云吃了晚餐。 当从叶剑云口中得知,梁炫儿为了回来陪他一起用晚餐,特意提前结束了补习的时候,叶青秋是完全不相信的。